首先预祝大家周末愉快 在股票市场 无论经历了什么 开心也好 不开心也罢 到了周末的时候都应该学会放下 把心态调整好 迎接后面的市场 为什么 其实我们以前讲到了 在股票市场投资无非就两种 第一种是技术面 第二是心理素质 技术面大家可以学会 勤快一点总能学会 但是心理素质是需要调整的 在指数上涨或者下跌过程当中 能够达到一种平衡 那么你在股票市场 尤其是在震荡市当中 你就能够做好 回顾一下今天的市场 总体来说继续维持分化 几家欢喜几家优 首先我们看从指数层面来说 回落的还是比较多的 为什么会回落呢 第一是受到早盘一开始 富时A50下跌的影响 第二个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部分大白马爆雷 3000多亿的大白马 业绩爆雷之后 直接一个跌停板 市值蒸发了好几百亿 那对于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大家想象一下 本来有一些机构投资者 包括散户投资者看好的公司 觉得他在一个行业当中 发展是有很有前景的 但是业绩爆雷了 也就是说支撑他发展的最大动力 出现了问题 那么整个市场的话 用脚投票直接按在跌停板摩擦 那么受此影响 一个影响的话 他会影响其他的 就像一个人一样的啊 他出现了回落 按在跌停板爆了雷 那其他的一看 我的天哪 好害怕 那直接的所有的白马 基本上都开始走落 这是导致今天指数回落的原因 但是指数回落 不代表市场就不行了 比较好的现象是 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当中 个股是55分化 一半上涨一半下跌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算数平均法 基本上收平 基本上个股的话 涨跌户线 两天加上涨 两天加下跌 但是今天的话 其实散户做的不错 但是相对来说 做基金的投资者可能比较难受 因为机构的票今天是普跌 那么这种分化就像是踩跷跷板 整个市场的话 目前还是比较标准的轮动形态 如果说大家踩好的话 相信还是不错的 但是指数既然走出这种形态了 我们就要注意了 主力在这个位置心思是不是变了 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从今天指数收在这个位置来看的话 指数还是不错的 收在了3450点 刚刚好是前期的支撑位置 这个支撑位置如果撑住的话 相对来说 下周的话还是会慢慢会修复的 因为总体来说 马上重要的数据就要公布了 省容数据 预计的话 在周末或者是下周一二就会公布 从目前来看 三月份的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是超预期的 那相对应的三月份的 这个涉容数据一般都不会太差 因为这个采购经理指数和涉容数据 包括其他数据 关联度比较强 那我们看啊 现在经济基本面比较好 资金面呢 又是中性稳定 那相对应的指数的话 在这个位置 三千五百点 三千五百点还没有尝试啊 无论如何 我们前面讲到了 主力在这个位置 可能还是要尝试一下 那在这个位置 折服这么长时间 也就是说 他能过 而选择不过去 也就是说 他是在蓄力 把所有的风险释放了之后 慢慢的可能就会好一点 然后呢 大家也知道啊 四月底的话 很多年报就会披露完毕 那么到了五月一号之后啊 就是五一长假之后啊 市场可能还会有一波行情 为什么这么讲呢 在五一之前 有一些年报 包括是一季度报啊 还没有披露的 披露完了之后啊 也就是说 市场的不稳定因素 也就消失了 不稳定因素消失了之后 市场慢慢 是不是走向稳定了 在市场走向稳定的时候 主力才愿意做多 大家很好理解 如果说主力兴高采烈的 往上拉 拉过了之后 发现有利空 但主力不是把自己套了吗 所以说 在面对未知的时候 往往主力都选择了防守 那么我们知道 今天是四月九号了 到了下周之后呢 指数可能还会再上冲一下 如果在冲击 三千五百点失败之后 可能还会回落 回落之后呢 从日线级别 它可能还会有一次回彩 回彩之后 到了五月一号之后啊 指数慢慢可能 还会再上行一下 形成这种 区间震荡的整理形态 为什么这么讲呢 其实我们从指数 日线级别 可以明显看出啊 在前期W型底部 形成了之后 指数确实出现了强反弹 强反弹之后呢 它遇到了六十日线的 均线的压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指数出现了回彩 回彩了二十周期线 那目前的话 它在回彩的过程当中啊 总体来说表现不错 因为我们看到 小盘股并没有下跌 实际的话 是市场情绪面的影响 这种情绪面影响结束之后呢 它可能会形成 日线级别的波浪形态 日线级别的波浪形态 从目前来看 它回彩的是一个震荡的轴距 那相对应的 到这个位置回彩了之后呢 如果说回彩支撑有效 也就是这个支撑有效的话 它可能会展开二楼 然后再往上突破 突破了之后 可能在月底 四月底的时候 然后回彩一下 到五月一号之后 慢慢又会走好 基本上还是按这种震荡式的逻辑 因为我们A股基本面是不错的 只要基本面好 上市公司的质量 没有问题的话 短期个别上市公司暴力影响 它是会慢慢消化的 所以说对于后市的话 我们依然谨慎看多 为什么今天指数出现这种回落呢 主要是前面两天 有一部分场外资金进场 我们前面讲到了 如果说观望的资金进场了 那很容易导致指数回落 那么指数回落之后呢 这部分资金又形成分歧 从而不会影响它的趋势 因为大的趋势 只要不改变的话 都是没有问题的 也就是说趋势不能改变 二十日线不能跌破 跌破的话 主力的心思就变了 好 今天的大盘就到这里 更多的内容 我们会等到周末消息面 出来之后 然后再录这个视频跟大家聊 那么关于这个后面 那个录制视频 那个呢 我最近也在研究 因为实际的话 我自己做很多事情啊 又要研究指数啊 又要搞这个录制这个东西 还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 慢慢适应了之后 我相信后面的 大家视觉效果 可能会越来越好 我也在摸索 也在学习 好 今天大盘就到这里 大家再见 好